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医生 今天的事我要向你道歉 不不不 应该是我向您道歉才是 要不是您今天当机理断 这位小姐 不会像现在这样情况稳定了 我们再观察一个小时 如果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话 您就可以带她出院了 谢谢 先生 我想请问 在刚才那么紧急的情况下 您是怎么做出 如此准确的判断的 这可只有临床经验 非常丰富的医生 才能办得到 其实我不是医生 我只是处理过类似的情况 我刚做主治医生没多久 临床经验也不是很丰富 希望您多多指点 方便的话 您能不能帮忙看一个 类似的遗难案例呢 这 不太方便吧 其实 还有那么一个案例 跟今天的情况挺相似的 家长的事 即是 工会觉得好 这种大事 你不能做 我会类似的事 这种好理 这种好理 谢谢医生 我不会再让她出事 方姐怎么了 她最近情绪不是很好 说是遇见了很多奇怪的事情 说啊 看我干吗 我们换个地方吧 有什么话不能当着我们也说的 新小姐 这件事你还是不知道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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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病历您先看一下吧 我的这个能力其实也没 没关系 没关系 不为难您的 这个人和我们今天遇到的情况很相似 最后抢救无效去世了 你在干什么 运动 运动 今天在酒会上我有话想跟你讲 今天在酒会上我有话想跟你讲 我说我有话要跟你讲 去哪儿啊你 你啊 外星生物 它们都不吃食物的 它们有的吃 吃花 有的吃人的肝 人的肝 天狐行 对 天狐行 还有你看 这是我拍到的照片 喝了还有意念 把人震飞 还有这个 看这个也是来自 它们天狐 你最近网友打多了吧 不是 你看我这种照片 这是我亲眼所见 这是我 这是我拍下来的照片 真的 宝萱 这批员工里 你是最努力 最上进的 我知道 而且我还知道 自从批批走后 你精神压力特别大 但是 它不管你压力多大 你要把工作和生活 你还是得分开 你等等 我给你脚出来 老轩 你听我说啊 你明天休息一天 别来上班了 好好休息 我先回去了 不是 秦太姐 秦太姐 真的 谢谢 谢谢 谢谢